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我剛剛看到一宗新鮮滾熱辣的重要消息 馬上就要和大家分享 原來特朗普的律師團隊 終於在賓州發工 他們向賓州法院提交了一份修正起訴書 建議賓州法官布蘭 給賓州的兩院提名賓州的選舉人 如果經過審訊以後 到最終法官真的肯接納這套建議 其實就是凌駕在11月3日的投票結果 按照點票的情況顯示 拜登在賓州領先特朗普8萬多票 因此 即使特朗普陣營 他們肯真金白銀拿錢出來 叫賓州安排重新點票 其實都很難來扭轉大局 一來在票數上就真的相差得太遠 二來大家都知道 由民主黨執政的州政府 哪有這麼順攤才行 就算肯讓你走去重新點票 他們 都只不過是行禮如意 那張票投什麼就叫什麼 問題就是 他們都不肯去逐張票驗 他們又不會把那些郵寄選票的簽名來對照 那所以呢 那些所謂的recount 就是重新點票 就是沒有意義的 正如特朗普所說 那所以呢 他們的團隊也都不會侵這個方向去做 那現在呢 他們就提出了 說這次的選舉過程 是危險 那其實這個是一個好的方向 那在說下去之前呢 首先就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 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那其實特朗普的律師團隊 他們在這一份的修正起訴書上就提到 說法院就應該頒令 宣佈 今屆的總統大選結果是存在問題 並且就規定 由賓州的兩院來去選擇賓州的選舉人 那麼當然特朗普的律師團隊 就不是說無的放置的 他們就認為 這次的選舉過程是違反美國憲法的 尤其是 在郵寄投票和親自投票的確認過程當中 存著著一個不一樣的標準 即是說那些郵寄選票 在確認那個選民身份的時候 是非常之寬鬆的 是濫發選票的情況出現了 另外的就是 在今次的選舉當中 就存在著種種的違法行為 比如說某些點票人員 他們就未經授權 去修復郵寄選票 即是幫人畫一筆上去的 比比街市 另外就是有部分的選民 就是違法投票的 即是說那些死人的問米投票 搬來賓州仍然投票的選民 以及就是 明明在這個選舉截止之後才去投計選票的人等等 這些就是特朗普口中的 非法的選票 特朗普的律師團隊認為 法官是應該禁止認證這些選舉結果的 其實我就認為 特朗普的律師團隊 循著違憲這個方向來推進 是走得非常之好 非常之靚的一步 因為這樣就可以使到 法院來作出一個判決 究竟是否認證這個充滿著疑點的選舉結果 是否應該是由州的法院 去提名選舉人 當然法院可以判特朗普陣營敗訴 但是特朗普陣營同時 亦都可以上訴去到最高法院 聯邦的高院 起碼那裏就能做到守美門的作用 那個我相信判決出來的結果 大家都是要服的 沒有辦法 但是如果到最後真的判了由賓州的兩院 去提名選舉人的話 就會對於特朗普非常有利 因為按照目前的形勢 共和黨在賓州的兩院都佔有非常大的優勢 在賓州的參議院 共和黨就佔了50席裏面的28席 而在賓州眾議院就佔了203席當中的113席 兩院都是過半數有得的 所以如果是由州議會來提名選舉人的話 有很大機會 就提名共和黨籍的選舉人出來 當然 過到州議會那一關 還要過州長那一關 若然州長不肯簽紙不肯確認的話 其實 就算州議會提名這20個選舉人也好 到時這項競爭議 都要交由國會來解決 但是大家就必須要留意 其實國會就未必有時間解決得到的 因為當那些選舉人在12月8號這條死線產生出來以後 然後你州長又不肯承認 但是12月14號 選舉人團就要投票了 就是說中間 前後都是只有六天的時間 審不審得撤都成問題 另外一個情況就是什麼呢 就是 因為特朗普律師團隊這一項的訴訟 假使在12月8號這條死線之前 仍然還在法院當中未能作出一個終極裁決的話 其實就是會按照我剛才所說的 那個情況來去行進 即是交由賓州兩院來提名 當然我相信 如果到最終真的出現這個情況的話 賓州那20個選舉人很大機會就會難產 因為共和黨就掌控了兩院 他提名那些人肯定都是共和黨人 但是民主黨籍的州長就實是不肯過你的 所以我自己的研判就是 如果的爭議是持續的時候 這20張選舉人票 就會在12月14號那一天 是凍結了 是投不了的 因為根本上就產生不到一個 雙方都同意的選舉人出來 好了賓州就是一個情況 我相信在接下來這一兩個星期 特朗普的律師團隊就會在不同 具有選舉爭議的州 都是作出類似的這些選舉訴訟 使得 越多州是產生不到這些選舉人 就對於特朗普越有利 起碼就過到12月14號選舉人團投票的一關 起碼就搞到拜登 他在這個12月14號 拿不到270張以上選舉人票 因為目前 拜登方面就宣稱他已經拿到307張票 只要 減回他30多張 其實是兩三個州 有這些這樣的爭議 使得他 即是膠著在這裏 已經搞定了 起碼過到這一關 如果12月14號這一關過不了 那這就真是阿里吉蒂 但我對於特朗普的律師團隊都 寄予厚望 如果在12月14號 特朗普和拜登都拿不到270張選舉人票 其實那個局勢就會越來越明朗 就是會開始傾向有利於特朗普 因為如果在眾議院以每週一票的方式去投 就對於特朗普有利 因為共和黨就掌控了至少26個州 只是26票 我看到有些網友留言 擔心如果有一兩票倒過 那也不行 我的看法就是 過了選舉人票的一關 過得到的話 自然就會水到渠成 另外就要看看特朗普在Twitter上 他又說了密歇根州的 點票的避民情況 是什麼事呢 就說在11月4日的早上6點半的時候 其實 大家知道那天的點票情況 一直都是由特朗普領先 但忽然之間就暫停了點票 一開始的時候 突然之間拜登就有134,800多票 灌了 特朗普也不是說沒有票 不過他就只有1萬多張 但是當時就已經是點算到九成六的選票 其實這些情況 很難就不讓人去懷疑 究竟是不是去到尾聲的時候 最後就要爆一爆給拜登 所以就要使他 奠定了勝局 究竟發生什麼事呢 Dominion的軟件搞什麼呢 這些情況就真是譚詠倫那首歌 你知我知啦 是不是呀 真的 我最後就想說一下 關於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 今天就說到 說香港的大學生 應該將眼光放軟 即使在大陸的入職收入 是比香港的水平 稍低 但是 大灣區的前景就應該更好 未來的工資水平呢 可能會超越香港 實情來說我真是想問他 他說這番話有沒有說服力呢 似乎他那個兒子 在澳洲那時候讀書的 請問他畢業未呢 畢業之後有沒有打算 是回大灣區工作呢 啊 做人就應該什麼 知行合一 就應該是以身作則 如果自己的子女都做不到的時候 無謂叫人家的子女去做這些事 另外他有提到 大陸現在的工資水平 比香港 將來會更好 什麼什麼 將來就沒有人知道 將來給官你做都行 是不是 目前這個情況 事實上就是很重要 如果說 比現在香港的水平低 你也接受到的時候 實在 我見到有不少人在Facebook上分享他們移民去英國的經驗 就是明知道移民了以後 他們的收入水平是會比香港稍低的 但是他們為著這個自由的空氣 都願意 去接受這個工資 你說叫人回大灣區 工作 到底大灣區有什麼吸引力呢 是不是比香港更加民主 更加自由呢 上不上得到Facebook 上不上得到YouTube 上不上得到Twitter 是不是 有沒有能夠享受得到那個 資訊流通的自由呢 有沒有新聞自由呢 而且大陸的工資 不是說 發給你那一份 就是這麼厲害的 第一個稅率又比較高 如果收入水平越高 那個抵增的幅度就越大 第二樣東西大陸有些所謂五險一金 那些工得很厲害 工得你背脊一彎 是不是 有沒有考慮到這些東西 不要一邊叫人回大灣區做事 然後就繼續迎接港票 和大陸那些大學畢業生來香港讀碩士 然後就留港工作 做了那些高檔似高收入的職位 不如叫這班人 回大陸那處大灣區那裡 參加工作 這些高檔似高收入的香港職位就留給香港的青年 是不是 一家便宜兩家著 是不是 你不要搞到現在這樣乾坤大羅儀 你搞什麼 是不是換血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